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呢就是 UNIQLO 沒錯又是UNIQLO 因為我前陣子呢就是秋冬的關係 買了蠻多件UNIQLO 但是一直都沒有開箱給大家看 但我想說趁最近就是UNIQLO感謝季的時候 趕快來開箱分享給大家 因為感謝季通常是UNIQLO最殺最殺的時候 不如趁這個打折機會購入這樣 那我就趁這個機會趕快跟你們分享 我前陣子買的UNIQLO們 讓大家在購物的時候呢就是有個參考啦 還買了蠻多件 而且三個系列都有 分別是U系列跟加J系列 還有J.W.Anderson的系列 好,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囉 那首先第一件呢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每年U系列一定會出的這個 微高嶺的這種年T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它 因為它其實每一年啊 它會出的顏色都不太一樣 雖然說款式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它每一年的顏色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像今年呢我覺得顏色就有米色 大地色系還蠻值得入手的 因為呢我覺得它很特別的是 它雖然是棉體 但它非常有彈性跟質感 它是有份量的 不是那種綿綿的 就是有磅束的那一種 而且它做了一個這種微高嶺 就是只到這邊的嶺子 然後它的袖口部分呢也是有漱口吧 所以呢看起來會更有精神一點 這一件呢我自己是搭配牛仔褲 它單穿配牛仔褲就非常好看 那另外我還有搭配一個U系列的外套 它是有一點點像就是西裝外套的那種感覺 所以呢它們兩個搭起來呢 就是有一種休閒中帶有正式的那種感覺 最近非常流行這種風格 尤其是這件外套 它雖然看起來很像西外 但它其實它的版型沒有到那麼的正式 也沒有修身也沒有做腰身 它是順順的版型下來 所以看起來會比較休閒 但是它的領子呢又是做這種西外感的這種領子 所以呢我個人覺得呢這一件也蠻值得入手 而且這一件就是有在特價 哈哈 對感謝季就是有大特價 我今天看的時候 這些都還有貨 可是我不知道我影片上的時候 他們還有沒有 嘿嘿 所以呢大家感謝季如果有喜歡 這等一下要趕快充一波 這一套呢裡面也是有一點內力 所以呢還蠻適合就是台灣的天下 就要熱不熱要冷不冷的感覺 所以它還是蠻可以保暖 但是又不至於到太熱 所以我覺得蠻值得入手的 好的再來要跟你們分享U系列的第二套 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喜歡 我一穿上就覺得天哪也太好看 而且完全不需要再多加的任何的裝飾什麼的 那我先來分享這件毛衣好了 這件毛衣整個驚為天人 因為它非常非常的厚實 所以穿起來非常非常挺 完全擺脫你對毛衣的想像 就是以前會覺得毛衣就是鬆夸夸啊 然後沒有挺住啊 然後就是覺得讓你覺得好像有點沒精神 然後很無力感 對完全沒有 這件非常挺 穿起來非常非常好看 然後呢它的羊毛成分有到30% 但是呢不會到非常的刺 就是微微微微刺 那這一件呢也是做這種微微小高齡的感覺 以台灣的天氣來講 算是保暖度非常非常夠了 如果有在找羊毛衣的話呢 這一件還蠻推薦給大家的 那我搭配的這件褲子呢其實是女裝 我最近還蠻愛這樣買的 因為我看很多穿搭納士們都會這樣買 所以呢我也跟著就是試試看 對 那我其實很喜歡它的褲管的寬度 因為一般男裝的褲管不會做到這麼這麼寬 而且它前面還有就是打折的部分 會讓你看起來非常非常的瘦 這等於就是一個神褲啦 兩個呢這樣搭起來呢 我自己覺得這一套很簡單 可是又好看 U系列呢我這次就是總共買了這四件 我自己覺得還蠻值得推薦給大家的 好的再來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 夾椎系列啦 那夾椎系列我這次挑的真的就比較少 因為夾椎真的有一點點價位 那我首先挑到的第一件呢 是這個比較厚一點點的 算是針織外套 那我會喜歡它是因為它真的算是 比一般針織外套來的厚實感非常多 大家可以仔細看它的感覺真的 比一般的針織外套來的厚實 所以穿上去的時候呢 我不會覺得很單薄 蠻適合台灣的天氣的 而且它也是有羊毛成分的 這一件就是100%羊毛啦 但它完全不刺耶 但我覺得它很特別的一些小巧思 下椎系列就會多一些像這種很可愛的小巧思 像這邊有兩個孔帶疊在一起 那這一件呢我有特別買大的 因為我原本是穿L 但我這一件是拿XL 因為我覺得針織外套呢 你穿太合身 其實蠻奇怪的 就是會覺得 欸好像很別 但是呢如果你是拿大以後 寬一點點呢 顯得看起來是舒服的之外 會有這種慵懶的感覺 我搭配的是米色的無領襯衫 我覺得這樣子還蠻適合的 而且我的下巴也有故意露出 就是襯衫一點點 就是比較有層次感一點 那我覺得這樣顏色搭起來也很好看 然後整體看起來也非常舒服 就是如果有想要入手針織外套呢 可以考慮一下這一件 而且這一件是百分之百羊毛 再來下一件呢 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 也是家居系列的這個帽子 這一件跟剛剛那一件 也算是家居系列比較平價一點 那這一件的特別呢 就是它帽子呢 跟下面呢 是不同材質拼接而成 然後前面有開筋的拉扎臉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設計 像我就是裡面是搭黑色 然後下半身呢 就是搭也是黑色的短褲 這樣穿起來呢 就比較活潑 就是大學生的感覺 它的顏色算是比較深一點點的咖啡色 我覺得家居系列用顏色 都用得很精準 就會讓你覺得 欸這件顏色很有質感 對 那你平常又很少看到這種顏色 然後它每個這個小扣子啊 也會有家居的logo印在上面 然後這一套呢 它旁邊是有口袋的 所以呢 我覺得這一件呢 還蠻值得推薦給大家的 好 再來下一件呢 就是 J.W.Anderson的兩件 那這兩件是我收到的公關品 因為他們這次感謝季 就是跟這個 J.W.Anderson一起推嘛 那我覺得其實也蠻可愛的 而且顏色上我也很喜歡 像這件呢 它是有一種那種燕麥色的感覺 我覺得今年非常流行燕麥色 然後再搭配這個筆的圖 有夠可愛 那我的搭法呢 就是在裡面呢 都穿一件襯衫 然後呢 下半身就是西裝褲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穿起來其實蠻有 可愛 然後文青 書身的感覺 然後因為它的顏色呢 就是真的還蠻溫和的 所以呢 我覺得蠻推這一件 但我覺得這很看人 因為它的Logo就是這麼大 要喜歡這個Logo的人 可能才會喜歡 對 好 那下一件呢 是這個 帽T 那像它的這個 前面這個兩個身子啊 跟其他不太一樣的身子 它比較粗一點點 像這種之後我就覺得很加分 然後它有搭配它旁邊這個 滾邊 然後是用不同顏色的線去滾 然後下面也是 就穿起來其實還蠻可愛的啦 那我的搭配方法呢 就是下半身搭一條 坑條褲 然後呢 還有再搭一頂綠色的帽子 因為它還是很休閒那種感覺的 帽體啦 然後我覺得很特別的是 它這個綠色跟黃色的搭配 跟繩子和滾邊的小巧思 我自己個人蠻喜歡這部分的 好啦 以上呢 就是UNIQLO 3個系列的開箱啊 總共好像八件 對 然後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件 我自己這八件都還蠻喜歡的啊 但是如果要我推薦兩個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是找一件 白搭的 很適合這一件 因為這一件呢 顏色很多 然後又很白搭 然後它單穿穿起來也很好看 好入手 然後好看 然後穿起來又舒服 這一件就是可以入手 還有這個外套 我覺得這外套也蠻特別的 綜合考量下 我應該會選這兩件 因為兩件呢 現在都在做搭轍 設計也蠻白搭的 這一件呢穿起來 因為很多人怕穿西外就是會有太正式的感覺 或是會有這種業務感啦 就會覺得你好像在工作 然後業務感 但這一件就不會 這件就是比較偏休閒的感覺 所以呢 我個人覺得蠻推薦的 假如說你是很想挑釁西外 但是會覺得 怕穿不好 或是怕穿起來好像太正式的人 這一件就還蠻適合 好啦 以上就是我UNIQLO開箱啦 大家可以趁這個感謝季的時候呢 把自己的清單結帳一下 因為感謝季的時候折扣真的還蠻殺的 好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謝謝大家 掰掰